这个呢就今天给大家讲的叫麒麟尾 这个呢是非常哇塞的一个室内绿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说它的生命力 大家在养护它的时候呢 你可以绑到一个那种钟的 就是叫钟丝的那种柱子上 像绿罗柱那种感觉 给它绑上去 它可以爬着一直往上涨 一直往上涨 生命力非常的强 而且它的叶子 你长一长以后呢 它会全部都开背 你可以看到这个吗 就这种丝状的这里 这种沟壑这里 它可以全部打开 它可以长到特别长 能够长到那种三五米 能够帮你爬撑一面墙吧 可以说 而且呢 它不爱落叶 它四季长绿 它对于光道的要求并不高 像我现在折印的这种光道 完全都可以养它 OK没问题的 有一个缺点呢 就是不怎么耐寒 如果说咱们温度低于五度的话呢 也会出现冻伤的一个风险 好处就在于比较耐汗 比较耐汗 你像如果说在上海啊 在广东啊 在室内的话 你像空气湿度比较高的话 它可以长得非常的哇塞 它会从边上长细根 多年生的一个 不需要很强的光照 浇水的话 干湿循环 对于肥料的需求呢 并不高 只需要往根部 下一些有机肥啊 或者说下一些缓湿肥 就完全足够的 不爱得黄化病 它呢 可以从空气里面吸收很多的水分和养分 非常好养的一个花 好了 一篇关于麒麟尾的一个养货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养起来的时候千万注意 用盆用土的话 千万不要积水烂了根 一旦积水烂根 这个就白白的快了 如果说你也喜欢麒麟尾的话呢 可以点击霞放小黄吃啊 现在给大家的价格呢 像这种盆的 是19块9 两盆带带走发货 保证鲜活到时候 途中死亡 脸废不发 好了 这篇关于麒麟尾的养货 分享给大家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我才是网易 养货最在意 下期再见 拜拜